欢迎收看每周360 我是Angus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第一则新闻 Hava Zolion Pro 这个1.5L HEV 给你186HP 375Nm Hava Zolion Pro可能会将成为下一款 进入马来西亚市场的 GWM本地组装的车型 这款车不仅在外观还有内饰上都有upgrade 还给了你性能出色的1.5L HEV 就是Hybrid Hava Zolion Pro的外观看起来比较时尚 用着新的设计语言 车头给了你大Salon还有很厉害的LED大灯组 前面bumble两侧就没有运动化的这个导风设计 但是整辆车看起来是视觉冲击很够力的 车身侧面线条流畅 结合悬浮式的车顶设计 进一步的提升了整辆车的这个年轻化形象 进到车内呢 少不了大屏幕啦 除了大屏幕还是大屏幕没有惊喜 仪表盘7寸 中控12.3寸 然后还有触控功能的这个孔调控制面板 用户界面友好 操控便捷 仪表盘里能够提供丰富的这个行车信息 并可以进行个性化的这个设置 又给你这个电子挡杆 Wireless Charge还有这个全景天窗 让你坐得舒服又可以看看流行雨 这款Hava Zolian Pro呢 用一台1.5L HEV的系统 186HP 375Nm 动力表现就很紧啦 在Hybrid 的系统的加持下 这款车在热场行驶中有着出色的这个加速表现 还能够有效的提升这个燃油的效率 它的底盘部分啊 Hava Zolian Pro呢 采用前Muffersen还有后的这个Multi Link 更稳定更舒适 还有多种Driving Mode Eco Normal还有Sport 安全方面啊 Hava Zolian Pro就配备了一系列先进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啦 都是那些啦 ACC DLKA BSM AEB等等 还给你360 Camera 不用怕Buck不到King了啦 关于Hava Zolian Pro的价格呢 他们还没有宣布 不过它是一款CKD的车型 我们可以预计它的价格呢 会比CBU来的便宜一点 GWM 推出这两 Zolian Pro 过后呢 消费者会有更多的这个车款选择 然后这样的配置 这样的价格 你们有什么comment啊 第二则的新闻 Toyota 将停产这个1.5L的Dynamic Force Engine 然后用新一代的Engine取而代之 日本的媒体就报道啦 这个Toyota 计划在2024年的5月 发新一代的这个1.5L直列四缸啊 有点意识我们期待一下 目前使用的1.5L Dynamic Force Engine 是Toyota 的明星动力系统之一啦 被应用于多款受欢迎的车型 包括Sianta 还有这个Corolla等等 这款引擎出名高效环保还有轻量化 尤其是在油耗方面是很省油一下 但是随着市场需求的这个变化呢 Toyota 决定做漂亮给你 新的1.5L MA 会在性能上有所改进啦 再给你更够力省油 总之现在的Toyota 就是一直要省油省油 还有环保就对了啦 就是讲未来的Toyota车型呢 尤其是汽油版还有Hybrid版本都会更省油 和现在的Dynamic Force Engine Compare 新的Engine具体改进的细节呢 就还没有公布 但是可以confirm的是 Toyota希望通过这次的upgrade 为消费者带来更具环保优势的选择 Toyota 还是认为在过渡的这个阶段呢 提升这个内软机的效能 与环保性能同样的重要 Toyota 这次更新这个引擎的阵容呢 代表着它在推动这个汽车技术进步方面 还是持续的努力 尤其是在Hybrid 还有这个PHEV 目前Toyota 依然是Hybrid 领域的一哥啦 不知道新一代的引擎呢 可不可以继续拿捏呢 第三则行为基睿讲啊 只要你开过电动车 你就不会回去开这个燃油车了啦 基睿最近又发表了一项有利的声明 表明对EV未来的市场的信心 基睿就认为啦 驾驶过电动车的用户呢 很少会再回去这个传统燃油车的这个怀抱 这个观点呢并非空穴来风啦 而是基于多年来电动车在全球市场的这个增长 还有用户的这个回馈 因为EV就是环保安静还有顺滑 基睿表示电动车的驾驶体验远超这些传统的软油车 首先电动车的动力输出更为线性和平稳 不会有换挡顿挫的这个问题 它的强劲的加速性能以及无声的这个驾驶环境呢 让用户体验到完全不同的体验 对于那些追求速度和安静的人来说 电动车提供了完美的结合 更重要的是电动车几乎不需要太多的maintainance 省去了maintainance的烦恼 全球各大车企都在向EV车市场转型 而吉利在这条道路上很积极 它也推出了很多款具有竞争力的EV车型 还在不断投入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 吉利的目标不仅仅是迎合当前的这个环保趋势 更是吉利于在未来实现真正的零排放出行 随着EV车的越来越多呢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就开始意识到EV车的优势 不少用户讲啊 他们在体验了EV车之后呢 发现软油车不仅油耗高 还会产生污染 不符合现代生活的环保要求 吉利就认为啦 这种态度和转变将会推动EV车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 吉利的乐观态度反映了电动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还有用户的习惯的转变 尽管目前软油车依然是占据大部分市场的份额 但吉利坚信随着这个电动车技术的不断进步 充电速度和续航能力的提升 再加各国的这个政策的支持 电动车将逐步的成为这个主流 第四则新闻 我们2026年的Toyota Hilux 大改款要来了 根据巴西媒体的消息呢 原厂目前已经开始开发这个2026年的Toyota Hilux 大改款 不过新车依旧会基于这个目前的IME Platform 而不是这个TNGA-F Platform 再来新车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创新 就是首次会使用这个第四夹Hybrid的搭配 不会是目前的这个48W 猫Hybrid 我们都认为新一代的Hilux会用Toyota最新的这个TNGA-F的架构 就好像Tundra还有这个Land Cruiser 300使用的架构一样 但是没有你分啦 新款的Hilux会延续现在拥有的这个IME Platform 就是讲Toyota将不会对Hilux进行彻底的底盘大改革 而是通过升级现有的平台来实现新车的性能还有设计的提升 根据这个巴西网站Autosport的报道呢 这款新车预计在外观上会有变化啦 然后可能会同步推出新一代的Fortune呢 还有这辆Toyota可能会进一步开发一款全混合动力版的Hilux 与轻混合动力版不同啊 这个全混合动力版本能够支持纯电行驶 从而提升燃油效率和环保性能 尽管Toyota工程师曾表示轻混合动力系统的这个节能效果相对的有限 但是最新报道呢 就显示这个Toyota似乎重新评估的这个策略 Toyota工程师Xavier Luzzi在2023年初透露啦 在今年9月或者10月我们将开始准备最终的这个设计 还有咨询这个供应商 就是讲全混合动力系统的研发进展或许已经纳入了Toyota的计划 这主要是因为原厂发现原本的这个48W冒害背系统对于减排帮助并不大 2026款的Hilux还增加了多项先进配备 根据Auto Sport的消息啊 新车在南美市场呢将引进这个主动式定输巡航 交通标识别系统以及这个自动远光等等的技术 但是这些功能啊在一些地区的Hilux车型上面呢已经配备了 新一代的Hilux将在阿根廷继续生产 服务于南美市场 同时南非也将成为研发中心之一 而泰国的工厂也参与了这个生产工作 预计拉美非洲和亚洲市场将同步推出 这一次的爆料和之前Hilux的消息一样 所以我们相信啦我们最快会在2025年看到全新一代的Hilux 然后呢2024年的9月 Hilux在我国的销量是17709辆 平均每个月销量为1968辆 原来Hilux这样好卖的哦 那么你们Hilux了嘛 最后一则行完Proton E-M7 PHEV的炫暖图出来了 会使用全新一代的这个雷神超级混动 预计在2025年登场 在吉利最新的这个Galaxy Starship 7的基础上 Proton即将会推出这个备受瞩目的最新能源车型 Proton E-M7 PHEV 这款车将会成为Proton的首款PHEV车型 Proton E-M7 PHEV基于吉利的这个Galaxy Starship 7 平台 这意味着啊 该车型将共享这一个全新的平台带来的科技成果 还有设计语言 Galaxy Starship 7 作为吉利的新能源旗舰车型 拥有先进的这个结构设计还有高效的动力系统支持 作为Proton的战略车型 E-M7不仅注重环保与节能 也兼顾动力和驾驶体验 以满足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的需求 E-M7 PHEV的亮点之一就是搭载了极力最新的雷神超级混动系统 这个系统采用了全新一代的动力架构 不仅提升了整车的这个动力输出 还大幅度的提升了燃油经济性 Proton E-M7 PHEV呢 配备了一个高容量的电池组 具体数据还没有公布 但是有消息指出啦 电池容量远超当前市场上多数的这个插电式混动车型 大容量电池的配备呢 不仅可以在存电模式下实现更长的这个续航里程 还能通过高速的这个充电功能啊 满足消费者对充电效率的高需求 预计在存电行驶的模式下呢 E-M7 PHEV可以实现100公里左右的续航 这足够覆盖日常的这个Driving的需求 而在长途行驶方面呢 E-M7 PHEV的混动模式啊 也能提供更持久的这个续航能力 这个电池还配备了智能的管理系统 能够根据行驶环境和电量的情况呢 自动调节电能的输出 使整车更高效更耐用 Galaxy Starship 7 配备了型号为 PHE15 BFN的这个1.5L发动机 最大输出是85kW也就是110HP 该发动机主要为前轮驱动提供支持 配合电动机提升性能 标准配置版呢配备19.09kW的电池组 存电续航里程101KM 而高配版本呢就是28.94kW的电池组 续航里程150KM 根据中国工信部的数据呢 Galaxy Starship 7 在不同配置下的综合油耗为 4.85L per 100KM或者这个4.88L per 100KM 这款SUV也支持快充的功能 可以在短时间内呢充满电 在智能化方面啊 Proton E-MAR7 PHEV也配备了最新的驾驶辅助系统 包括自适应巡航 车道保持辅助 盲点侦测以及自动刹车系统等等 此外该车还配备了高清的这个倒车摄像头 还有全景的这个camera 使停车更加方便 特别是在狭小的停车展环境中 提供了全方位的视野保障 智能车机系统也是Proton E-MAR7 的一大亮点 用户可以通过中控屏幕啦 进行导航啊 音乐播放 以及这个车辆监控的这个功能 进一步的提升了行车的便捷性 早前Proton高层曾经表示 在Proton E-MAR7 的品牌旗下呢 这个首款的这个PHEV车型啊 会在2025年发布 而作为这个E-MAR7 的这个双胞胎的车型呢 这款Starship 7 极有可能就是Proton的首款PHEV新车 不过目前原厂还没有提供更多的这个新车的详情啦 如果有的话 我第一时间给你们知道 OK 以上就是本期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和Automati的IG Tiktok小红树 我是Angus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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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